第二卷,第八十九集,肯定是假的。 此时,北风对这颗星辰上所谓的成神根基也不感兴趣了。 要是不知道月蝉的存在,北风或许还感兴趣,可一旦知道月蝉的存在之后,北风已经猜测到这所谓的成神根基是什么了。 不仅仅是月蝉,二十四无上生物皆是恐怖无比,血脉在诸天万界之中是最强的,这样的存在浑身都是宝。 一头纯血的月蝉,哪怕仅仅是一缕精血对于普通种族而言,那也是质宝。 特别是月蝉所掌控的大道,对于其余生物来说更是珍贵,哪怕是一缕道运也能够让人突破。 北风对其不抱有念头,无它,害怕冲突而已。 二十四无上生物之间,血脉不可共存。 亘古至今,从来没有过能够将两种无上生物的血脉融合的存在。 强行融合只有死路一条,北风的目标很明确,那就是猎手。 诸多的异族存在皆是天骄,其中掌控了顶尖或者特殊大道的异族或许很少, 可是在庞大的基数之下,人数绝对不会少。 原本还担心,害怕大道的数量不足。 没有想到,现在却是省去了我一番功夫了。 北风的毛子开河,又仙光泵射。 说你呢,发什么胆,罗长太子有令,所有一黄星一族必须全力地助太子殿下夺得成神根基。 正当北风思索的时候,一道趾高气昂的声音自前方传来。 北风抬头看去,只见人群向着两边散开,一位异族上前,眼中带着居高临下的一位。 这下吴猛恒死定了,也看得神风学院作与作福压着我等,但现在可是罗长太子的命令。 是啊,吴猛恒这么狂妄之人,肯定不听命令,这要是争斗起来,绝对无法幸免。 神风学院的一群异族纷纷地幸灾乐祸,同时将北风让了出来。 任你如何地隐忍,实力强大,可是面对罗长太子,也只不过是一件奴仆,挥之即来,希望你能够看得清楚其中的形式。 异族之中,弥生花的神色复杂地看向了北风。 罗长,太子只是尊称,那是神明之子,生来不凡,全是无边。 其实力呢,也是顶尖的,罗长的眼睛太大,想要直接将整个一黄兴盛的一族收入麾下,让其帮助自己争夺成神的根基。 你是在对我说话吗? 北风的话语落下,还不带其余之人反应过来身子动了,整个人如同一头绝世的凶兽复苏,血气成为大河,倒挂在天空。 有无敌的气势迸发,震随大地,砰,一个废物。 也敢对我大呼小叫。 不过是一个大能境界的狗腿子而已,北风杀起来毫不手软,手掌之中蕴含天地将其禁锢,可怕地禁道震随一族,流下了一地的血液。 打狗也要看主人,你过了。 一行一族向北风走来,为首的一个人相貌堂堂,带着无上的威士,眸子之中霸气四溢。 你的实力不错,有资格跟随本太子。 罗长身居高位,一言一行都带着霸道,此刻不容拒绝地开口。 真是好运气啊,居然让罗长太子亲自招揽。 这可是追随者,一人得道,鸡犬升天啊。 当罗长太子成为神明之后,这乌母恒可是权倾一方,一跃成为大人物了。 一群一族羡慕无比,纷纷地看向北风。 远处,几只来自不同星辰的一族本想离去,但是看到这里的异变之后,纷纷地将视线投了过来。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,摸不清楚对方的身前,因此没有队伍,会在这个时候大打出手。 一个不慎,或许将会踢到铁板上,区区一个神明子嗣。 还真把自己当成太子了,要是你跌在这里,或许还能够让我有所顾忌。 北风大笑,震动虚空,放肆,大胆。 太子,属下愿意出战,属下也请战,势必摘下此等狂徒的头颅。 罗长太子神色一下地阴沉下来,身后的追随者之中轻信,纷纷不愿意放弃这个表现的机会。 这个乌母恒真是大胆,居然敢侮辱神明。 他怎么敢呢? 围观的一族纷纷震惊。 不少人同样看过罗长太子的霸道,但是谁让对方有着一个神明镜的爹呢? 这些人敢怒而不敢言。 但是看见北风说出他们想说却不敢说出的话之后,却又是充满讥讽地看向了北风。 弥生花摇摇头,不再关注了,在他看来,北风应该是死定了。 隐忍太久,一招得势,便失去理智了吗? 严华,你出手,不要让他死得太痛快。 罗长太子冷漠开口,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,平日里谁敢反驳自己? 如今区区一个王族,还是其一个杂屑的族人就敢挑衅自己,不知死活? 正好杀其靖猴,让其余人看看,反抗自己的下场。 蝼蚁,北风看着严华一脸凝笑地上前,整个人如同天道一般,威严无比,高高在上,俯瞰人间的世事变迁。 嘴巴还挺硬的,希望你等下还能够这么硬气。 严华有这个自信,自己的战力乃是达到第三阶段的圣人,在场之中,能够与自己比肩的不超过十位, 也唯有第四阶段的罗长太子能够吻压自己一头。 面对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北风,严华认为那肯定是手道亲来的。 唯一要考虑的,是怎么才能够在罗长太子面前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呢? 无尽大道! 北风没有玩下去的念头,一上来直接动用了杀手锏。 一道粗壮如同蛟龙的大道浮现,带着黄黄天威出现,散发着文明的气息。 不可能! 你的是什么大道? 我他妈! 严华尽管是看清了北风,可出手时却不留情,自身大道一一浮现。 但当北风的大道浮现出来的一刹那,严华整个人都是呆地当场。 其余看好戏的一组,也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 实在是眼前这一幕太过震撼,北风的大道太庞大了,如果说严华的大道乃是一条线一样粗细的话,那么北风的大道就是一辆马车一般庞大粗壮了。 这也是让所有人失声的原因,这么粗壮的大道闻所未闻,哪怕是罗长太子也是呆若木鸡,自己的大道在北风大道面前,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 奸鬼,哪有这么粗壮的大道,假的,肯定是假的。 严华杀了他,这是假的,肯定是掌控的患者大道。 罗长太子再也维持不住威严,咬牙切齿地开口。 假的,都是假的,去死吧,杀! 严华也是一咬牙向北风冲去,自身也是不太相信,见鬼,这么粗壮的大道嘛,肯定是自己的幻觉。 听众朋友,感谢您的收听。 听众朋友,感谢您的收听。